2024年的影座簡報還在用PVT慢慢排版嗎? 這款AI簡報工具被號稱為手蠶狼與懶人的救星 它也一鍵生成圖片與文字 還能製作好看的日表呢? 但是它真的有人說的這麼厲害嗎? 難道都不存在缺點嗎? 別急!影片最後會將你另一個AI工具來彌補AI簡報的不足 今天我就來介紹這款不論是三班族學生黨必備的高效簡報生成器GAMMA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吧! GAMMA是什麼? GAMMA是一款免費的生成式AI工具可以幫你一鍵生成簡報與建立網站 從內容到排版再到視覺化圖表 GAMMA都可以輕鬆幫你做到 甚至連素材都不需要自己準備 GAMMA簡報教學 GAMMA建立簡報的方式總共有兩種 新簡和從頭開始建立 這個功能比較像PPT 所有的內容都是要自己輸入 不同的是我們不需要自行排版 只需要點擊卡片空白處 下台就會推薦排版範本 也可以到範本庫去尋找你喜歡的排版樣式 如果素材庫沒有喜歡的排版 還可以到產生輸入主題 讓AI幫你創建一個包含內容的範本 非常的節省時間 新簡就是讓AI幫我們生成簡報 也是GAMMA主打的特色 我們就以COVID-19對台灣產業的影響作為示範 我們進入首頁點擊新簡 貼上文字與匯錄檔案 都是將線由內容轉換成簡報 產生則是將簡報從無到有創建出來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直接生成一個海報吧 第一步設定主題 點擊產生後第一步會需要你輸入簡報主題 與卡片章數 免費版最多可以生成10張卡片 第二步設定大綱 下一步GAMMA會自動幫你生成大綱 一個卡片代表一張簡報 我們可以拖曳來變更卡片數據 也可以新增修改三圖不要的卡片 下方的設定分別可以選擇每張卡片的文字量 與選擇圖片 是要使用網頁搜尋還是AI生成 第三步挑選外觀 下一步就可以挑選簡報的主題 GAMMA提供幾個簡單的主題 也有進行分類 進一步不用花太多時間 因為生成後還是可以更換主題 第四步編輯修改內容 生成簡報後我們可以對內容進行編輯 也可以更改圖片 如果都修改好了 點擊分享匯出 就可以下載成PDF或PPT格式 以上就是GAMMA生成簡報的步驟啦 看到這裡你一定會覺得 GAMMA好像沒有大家說的那麼厲害 別緊別緊 接下來我就來說明GAMMA的強大之處 GAMMA特色 1.GAMMA擁有豐富的圖片 影音素材 不但提供線上圖庫 Unsbrush與網頁搜索 新版本更是增加了AI生成的功能 2.GAMMA提供了多種版本的範圍圖表 只要點擊拖曳就可以添加成功 3.GAMMA允許卡路多種第三方的服務 可以直接將網頁、應用程式 YouTube、Spotify等卡路簡報中 像是我可以直接展示GAMMA的功能 而不只是一張圖片或連結 因此提升了簡報的多樣性與讀者的互動體驗 最後如果以上功能對你來說還是太麻煩 點擊右側功能才第一項 使用AI編輯可以透過對話的方式 來讓AI幫你編輯簡報 你看我如果想要修改內容 只需點擊卡片 告訴AI請讓內容更專業 它就會完成你的吩咐 是不是非常厲害呢? 簡直是未來而生的救命法寶 而且目前為止我使用了那麼多功能 完成了兩三個簡報 還有剩下250點的生成點數 完全不像其他AI工具的免費試用 只願意給少少的扣打 根本不過癮 所以還真的蠻推薦大家去試用看看的 當然了 GAMMA還是存在一些可以加強的地方 像是GAMMA AI生成的內容 可能會存在完全問題或者是資訊錯誤 還有目前使用下來 GAMMA網路抓取或是自行生成的圖片 常與主題不相關或是畫質模糊的問題 儘管我們不能完全依賴GAMMA 但是懶人總會自行找到輸入 畢竟市面上還是有許多工具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最後告訴大家 這款可以彌補GAMMA好用的AI工具就是 GAMMA 在使用GAMMA之前 我會先用以下兩種方式生成文案 避免資訊錯誤 第一種我會利用GAMMA的文章寫作助理 輸入標題後就能產出大綱 再選擇是否有要網路即時資訊與圖片 選擇喜歡大綱後就能生成一篇資訊正確的內容 或是直接讓GAMMA AI摘要直接幫我們生成主要大綱 再貼到GAMMA進行拍板 如果GAMMA提供的圖片不夠吸引了 也可以用GAMMA幫我產出幾張好看的圖片 這麼一來問題不都解決了嗎? 以上就是GAMMA最新版本的詳細介紹啦 如果還有什麼不了解的地方 或是想看更多實用AI工具的介紹教學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也可以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 我們是GAMMA 持續讓你了解最新的AI資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